大家好,我是农哥动 本期视频为大家带来一道非常简单的滑鱼片 削好皮的莴笋切片备用 把配菜提前切好,以防配菜粘腐鱼腥味 把杭胶切圈 切少许的红胶配色 下一步把鲁鱼切片 600克杀好洗净的鲁鱼切片 如果各位同学不会做的,可以交给摊主去做 各位同学在选鱼的时候,尽量选一些带吃比较少的 比如罗非鱼,鲑鱼,鲁鱼 把鲁鱼用清水清洗两遍 控干水分,下一步开始腌制 下午少许的姜,5克料酒,5克糖,5克盐,5克鸡粉 下午三分之一的蛋清 下午十克的生粉一起搅拌均匀 这一步把头骨分开摆盘,上锅蒸5分钟 蒸好后保温备用,下一步开始滑鱼片 热锅下冷油,下午腌制好的鱼片 用小火控制在两层油温左右 鱼片内部有鱼温,滑至九层熟即可 如果各位同学不会控制火候 用热锅冷油的方法,滑至鱼片翻白出锅 锅中烧水,下入少许的盐给底味 下入芦笋,煮至断生,出锅备用 锅中再下少许的油,把杭椒炒香出锅备用 把芦笋一片整齐摆上盘中 淋上花椒油,蒸鱼此油 一道造型美观的滑鱼片就制作完成 抖音 周浴 彪奥 中摩 agriculture